遥远天际尽头 灵州上 诸葛与庄云青面上一副担忧重伤三族金屋的样子 实则心中却是乐开了花 公主实在是太好了 待贪云这个杂碎一死 再让三族金屋灭了那妖元妖师 剩下的人无人是属下的对手 是啊 还好我公有护工神兽之事 除了历代公主外无人得知 负责 若是让谭云他们早有准备 我神魂仙宫 可就真的毁在我们的手中了 这个该死的谭云 杀了我夫君玄孙 今日他的死只是一点利息 待今日灭尽皇府圣宗强者后 我们去一趟永恒仙宗 与汝燕无极联手 再攻打皇府圣宗 让皇府圣宗所有人都去死 此刻三族金屋第三只巨掌 已就牢牢抓住谭云 卑微的人类本尊是不会收起金屋神火的 有金屋神火在 藏匿在你身上时空法宝内的下等人类 只要一出来救你 就会被焚为虚无 三族金屋 你根本不敢杀我 因为我师父现在来无影去无踪 已经进入神魂秘境了 师父 您终于来了 快来救我 谭云忽然扭头 跳往空无一人的苍穹 习行余色 三族金屋一愣 潜意识抬头望去的瞬间 谭云用尽力气穿衣 老云木耳大快头 给我上 鸿蒙冰烟 默然间 高达八百丈的鸿蒙冰烟 自谭云左掌冲天而起 在金屋神火焚成的火海之中 形成方圆三千丈的冰蓝色火球 将三族金屋笼罩其中 自拉声不绝于耳 鸿蒙冰烟散发出的寒冷气息 在金屋神火之中弥漫开来 使得三族金屋周身三千丈内的 火海温度骤然下降 大哥 你所候 莫尔 你控制三族金屋双翼 俺来救助我人 试天魔源的声音响彻天际的瞬间 金龙神尸已然出现在 谭云头顶之上 紧接着便被金屋神火焚烧起来 他忍着烈焰灼 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了三族金屋长长的脖子 滚烫的鲜血 从三族金屋脖梗 顺着金龙神尸的獠牙 喷射向了虚空 谭云 你这个卑鄙的人类 就在三族金屋剧烈甩头 想将金龙神尸甩掉的同时 摩尔便自虚空中 凭空出现 龙躯上焚烧烈火 猛然缠住三族金屋的右翼 二级张开龙口 撕咬住了对方的左翼 试天魔源一凭空杀出 一双巨铜流露凶狠和力气 砸毛鸟 你胆敢上安住人 给安断 他强忍俱痛 抡起锯棒 倾尽全力砸在三族金屋第三条巨腿之上 不 笨子的腿 清晰鼓烈声 与三族金屋惨叫声响起时 三族金屋的第三条腿已经被折断 这断掉的巨掌仍旧牢牢抓着谭云的上半身 从金屋神火火海之中朝下方山栏跌落 扑通一声 谭云在跌落山栏之中后便陷入昏迷之中 木木义中无师遥 谭台香儿等极品玲珑圣塔内的所有人 当即离开圣塔 当他们飞奔到谭云身侧之际 木木义已跪在山栏之间 抱住昏迷中的谭云 死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谭云 你醒醒啊 你别吓我 求求你醒醒啊 谭云迷迷糊糊里 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哭泣之声 他艰难地睁开沉重的眼皮 看着哭成泪人的默默一吉女 我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谭云说着 便祭出极品玲珑圣塔 在浑浑噩噩之中打开了十二层大门 木义 我有些累了 你现在送我进入十二层内休息恢复 是要 帮我找到断掉的双腿 送到十二层里 好 我这就带你进去 木木义抱起谭云 腾空掠入十二层之后 便将谭云轻轻放在了塔里 熟悉之后 中午施摇双目红肿拿着谭云双腿 进入十二层内 将双腿放在了谭云身侧 好了 你们出去吧 他那一日等同外界八个月 我很快就会恢复他 嗯 二女抹去泪水 离开了玲珑圣塔 浩瀚苍穹里 不断响起三族金屋恐慌的声音 不要杀本尊 本尊认输 本尊投降 众人透过临时发现 如今虚空之中 随着三族金屋身负重伤之后 金屋神火也早已溃散无形 此刻金龙神尸仍旧在撕咬三族金屋的脖子 摩尔的龙躯也牢牢锁定他的双翼 使天魔元持棒 凌空立在三族金屋头顶之上 此时金龙神尸使天魔元 不仅全身长矛被焚烧至虚无 而且一层血肉也被焚烧消失 摩尔尽管有龙鳞护体 可他此刻的龙鳞被焚烧之后 便像是干旱的大地一般崩裂 使天魔元手持聚棒 凶狠俯视三族金屋 投降 安佩 你把俺主人伤得那么重 你以为一句投降就行吗 被金龙神尸撕咬脖子的三族金屋 聚会中血液喷泊不休 此时他的状态已经是虚弱至极 那你要怎样 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都答应 俺不想这样 俺就想要你的命 给俺去死 使天魔元说吧 便举起聚棒 狠狠砸向三族金屋的脑袋 不要 碰的一声 三族金屋歇斯底里的声音 驾嚷而止 他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爆了开来 受魂俱灭 随后 金龙神尸和摩尔 送开了三族金屋的尸体 那尸体便由若流星般朝山巒间坠落 使天魔元望着远处虚空中的诸葛与庄云青 大哥 莫尔 我们灭了庄云青 然后升起诸葛与交给主任